生命旋律 开录者国际传播协会制作 刘琪主持 火焰中的信心 大约是1950年吧 在东欧罗马尼亚国的监狱里面 曾经发生过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当时 同管监狱政务的是一个名叫 葛瑞谷的年轻军官 这位聪明 自负又蛮横的上尉 怀抱着政治的狂热 满以为自己所做的 是贡献心力 为了创造更好的新世界 然而站在他面前 被拷问的另外一位年轻人 却跟他全然不同 那是一位名叫 理查沃布兰的牧师 他苍白又瘦弱 凹陷的脸颊 显现出他所受到的虐待 那位傲慢的军官 手里面握着 象征他权威的短棍 霸气十足地 坐在那儿审问牧师 他要牧师供出 跟西方来往的情报联络网 牧师真的不知道 该从何说起 葛瑞谷愤怒地 用短棍敲打着桌子 他站起身来大吼着说 全是谎言 我受够了 这儿有几张纸 我知道你跟监狱里面 其他的犯人 已密码通消息 限你半个小时之内 把所有的消息 统统写出来 说完了之后 他就昂首阔步地 走出了房间 理查卧布兰牧师 望着那张白纸 心里面觉得好为难 他势必要写一份自白书 但是他又不愿意泄露 任何可能危害 其他囚犯的事情 因为不管他写什么 最后都会被扭曲成为 葛瑞谷指控 他是间谍的证据 最后这位年轻的牧师 决定写下一份真实的自白 他承认 他曾经敲打墙壁 发出密码 但那只是试图 把有关救主的福音 传给其他的囚犯 在讲到 主耶稣里的信心的时候 他说 我是主耶稣的门徒 主给了我们爱仇敌的心 我从来不曾说过 任何不利于政党的话 我了解他们 同时也为他们的改变 向主祈求 这样 他们就会变成 我在主里的兄弟了 半个钟头之后 葛瑞谷大摇大摆地回来了 显然呢 他又到别的牢房里面 抽打了其他的囚犯 他拿起了桌上的自白书 开始看 过了一会儿 他把手上的短棍放在一边 当他看完了那份自白书之后 他抬起头来 满眼疑惑地问牧师说 沃布兰先生 你为什么说你爱我 你们基督徒的这条诫命 分明是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 是我的话 我可不能爱一个 几年来把我关在黑牢里面 鞭打我又使我饥饿的人 牧师说 这不单是遵守诫命的问题 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我已经重生 新生命的形象 就是祝耶稣完全的爱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面 上位军官跟牧师 热切地讨论着 基督教信仰跟马克思主义 一篇信心的告白 使得恐怖的监狱里面 出乎意外地显现了 祝耶稣祥和的荣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那个真实的故事 让我再次地看到 一个人在受逼迫的时候 还能够坚持真信仰 并且用自己的行为 为主做见证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圣经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 记着主耶稣的话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又服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根据旧约圣经的史记 我们发现 但以理书第三章 所描述的一段事迹 很可以叫我们 得到一些树林的提醒 当时的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 在攻陷耶路撒冷 掳掠精英班师回朝之后 心里面真可说是志得意满 为了达到文化洗脑的目的 他给但以理那批 以色列青年 全改了巴比伦人的名字 但以理在朝中服侍 尼布贾尼萨王 其他的三位以色列青年 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分别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 尼布贾尼萨王 更进一步地企图以宗教 巩固政权 因此他在杜拉平原 造了一个高27公尺 宽3公尺的金像 通令全国大小官员 都要来参加 这座金像的节目典礼 并且规定 当号角思弦等乐器 发生的时候 大家都要俯服敬拜 谁不俯服敬拜 就要被扔进燃烧的火窑里面去烧死 可是当乐声响起 说各种语言的人 都俯服敬拜那座金像的时候 唯有沙德拉 米撒 亚伯尼哥 违背了命令 于是马上有人跑到 尼布贾尼萨王那儿去打报告了 王一听这些话就大发雷霆 立刻派人把他们抓了来 尼布贾尼萨王 还很生气地质问他们 并且对他们说 不拜金像的人 要立刻被扔进烈火的窑里面 你们以为会有神明 来救你们脱离我的掌握吗 那三位以色列青年回答说 陛下 我们不愿意为自己辩护 如果我们所敬拜的神 能救我们脱离火窑和你的权势 他一定会救我们 陛下 即使他不救我们 我们也绝对不拜你的神明 不向你立的金像下拜 这个回答 可把尼布贾尼萨王给气坏了 于是王下令 把火窑的温度 烧到比以往高出了七倍 又命令几个强壮的士兵 把他们三个绑了起来 扔进火窑 结果沙德拉 米莎 跟亚伯尼哥 被扔进烈火当中的时候 那几个士兵 却被火窑里面冒出来的火焰 给烧死了 但是接下来 叫人不能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在火焰当中 王看见 那三个被捆绑的青年 毫发无伤地在火焰里面 走来走去 另外还有一个 看来像神子的人 跟他们同在 于是尼布贾尼萨 呼唤他们出来 并且对他们说 愿沙德拉 米莎 亚伯尼哥的神 得到称颂 他拆派天使 来解救信靠他的仆人 他们宁愿冒生命的危险 违抗我的命令 也不肯服服敬拜任何神明 他们专一敬拜他们的神 现在我下令 无论哪一国 哪一族 说哪一种语言的人 凡是毁谤沙德拉 米莎 亚伯尼哥的神的 都要斩断四肢 他的家要成为废墟 因为没有其他的神明 能这样实行拯救 沙德拉 米莎 跟亚伯尼哥 这三位青年 绝对没有想到 一场性命的危机 却因为信仰的忠诚 蒙神拯救之后 反倒成了神明得荣耀 自己又升官的美事 这段圣经的记载 跟前面 我告诉你的那个 发生在罗马尼亚监狱里的故事 是不是前后辉映 更加深了我们的印象呢 对属神的儿女们来说 神所颁布的诫命当中 第一条就是清楚地告诉我们 除了他之外 不可以有别的神 然而当我们的信仰 在面临到威逼利诱 以至于左右为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个 很实际的问题 我会艰辛仰赖 耶和华做我随时的帮助 还是跟恶势力妥协 去拜强权偶像呢 根据圣经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的记载 我们知道末日之前 敌基督的恶势力必要兴起 那个时候 人所受的煎熬 跟逼迫是空前绝后的灾难 神的子民在信仰上 要受到一次严苛的考验 但是从今天我们所说的 这两个见证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信使 那个看似可怕的灾难 不会吓到我们的 主耶稣告诉我们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莎德拉 弥撒跟亚伯尼哥 能够在烈焰当中 遇见了神 末世的灾难 岂不也是基督徒 跟神相见的机会吗 黎明之前 必有黑暗的时刻 但那却是我们平安的确据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五节到七节说 你们这因信 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到所预备 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主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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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向你 一生解荣悲 可尽 可尽 可尾 我要向你歌唱 因你战胜 战胜仇敬 我要尊重你命 因你是我的上帝 耶和华 耶和华 我主耶和华 谁能向你 心事寂寥 城市可靠 我主耶和华 耶和华 我主耶和华 我主耶和华 中神之中 谁能向你 谁能向你 耶和华 我主耶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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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耶和华